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最近美西宗拜登的左右神策军中尉布林肯是在东亚这边没闲着 接二连三的拉帮结派,又是韩国又是日本又是菲律宾,来回转悠 他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也是来回的访问 他是要什么呢,构造一个体系,反中大联盟 他要搞一个反中大联盟,那今天咱就聊到这个事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东亚地区或者东南亚地区需要一个国家去牺牲 谁是最好的选择,国家也好,地区也好 地区呢,你自己想想那是谁 这家伙呢,最近呢,最近还挺老实的,再接再厉 如果他不老实的话,那欠熟试呢,对不起了 所以呢,谁是一个最完美的牺牲品 大家呢,给两分钟啊,猜一猜 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讲他 不打馋,不打懒,专打不长眼 这个菲律宾呢,就是这么一个不长眼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欠熟试 最近想必大家也知道了,菲律宾这个小马克思没顶住 没顶住呢,向美国开放了四个军事基地 好像五个军事基地,好像四个 据说在吕宋岛这边,离台湾最近的,放了三个 说实在的,这些军事基地呢,对中国威胁大吗 其实不算太大 你说提高了中国统一台湾,武统台湾的成本吗 稍微有那么一丁点 但是呢,这个象征意义呢,很很关键 就是说呢,菲律宾这块呢,也准备呢 跟美国呢,走到一起去了 这个很,这个不奇怪 大家觉得很奇怪,说菲律宾怎么能跟美国走到一起呢 它跟中国,它不好好发展吗 其实还真不是,一会咱跟讲讲这个东西怎么回事 为什么说菲律宾是一个完美的牺牲品呢 是因为啊,菲律宾在这个地区啊,格格不入 就假如说,就比如说了啊 如果是韩国呀,日本的,台湾的,菲律宾的,新加坡呀 马来西亚,甚至越南,印度 你说你要真,中国说你要牺牲一个,你牺牲谁 就比如说我打,我把我把哪个国家打烂 我牺牲谁,韩国日本我肯定不能牺牲 虽然这个日本啊,当年跟我干出那些烂七八糟事儿来 但是日本首先经济体量在哪呢 两国的交流,两国的交流实在是太频繁了 你把日本牺牲掉,你能牺牲掉吗 我们经常说说,啊,我把日本怎么着了 但是你要真打起来的时候 真要打起来的时候,你不一定能下得了那个手 台湾就是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台湾更不用说了 因为台湾这块是这个,台湾毕竟是同胞 印度呢,印度体量太大 你跟印度扯这个蛋去,挺老远的 越南老挝柬埔寨这更不用说了 对吧,这本来这跟中国关系就比较好的 那你想想那是谁 可能就是菲律宾 为什么 首先,他在地区,他格格不入 他在地区的格格不入 我们之后会讲,他在亚洲 他是亚洲的拉美国家 第二是什么呢 信仰也不一样 他天主教,非常非常狂热 而且高度的亲美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他比较贫穷 就是说可以牺牲得了 你日本,日本毕竟几万亿GDP在那摆着呢 你牺牲他去 牺牲他去,然后你也损失一大堆 你干什么 但是牺牲菲律宾,无所谓 对吧 你说美国在这个区域 如果真要说牺牲一个 跟中国碰瓷,牺牲一个牺牲谁 自己分析一下 韩国,日本肯定不能牺牲了 对吧 你想台湾能牺牲吗 那是中国同胞,你牺牲他去 印度,印度能牺牲吗 他也牺牲的可能也就是菲律宾 所以菲律宾他不长眼 不长眼就在这块 这就是这个小国的可悲 他可悲就在这一点上 他不知道自己 他有时候做的事情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的后果是什么 他很多时候他想当然 他这个想当然就很可怕 很可怕 这个事呢,我也之前说过 现在再说一遍 菲律宾是亚洲的拉美国家 拉美国家有几个特点 菲律宾全占了 头一个 阶层固化不可调和 菲律宾这个地方阶层固化 上层跟这个底层基本上没有联系 上层菲律宾华人控制全国的经济 大概70% 80% 华人控制着经济 然后底层的民众呢 没有上升空间 然后就怨声载道 对着华人怨声载道 然后华人也很聪明 怎么办呢 打中国牌 说中国对我们威胁了 说威胁你们的是中国 威胁你们不是我们 我们跟你们一道 我们是爱国的 中国是我们的威胁 这个中国威胁论 他都吵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最开始的时候 是共产赤话 他们来了要赤话你 赤话咱们 咱们天主教 咱信不了了 咱到时候一个个都 都古拉格群岛了 就是这个 然后呢 经济胁迫 他这体量太大了 体量太大了 可能把我们吃掉 然后最近呢就是南海岛礁 安全问题 南海的石油我们开采不了 那就是因为中国 就是这个 调动民粹 然后呢 讲中国威胁论 然后给自己呢 塑造一个榜样 自己是什么呢 保护菲律宾利益的 其实他啥也不是 他没那个两下子 他在这无端的炒作 然后导致菲律宾整个国内呢 对中国的态度非常非常不友好 对中国 对中国这个民调 他的支持率 他对中国的反对声 在整个东亚地区是最强的 那底层的民众呢 情况是这个 底层的民众呢 没有上升空间 生活在贫困线边缘 我们知道 亚洲的贫民窟 有孟买的贫民窟 这个贫民窟比较大 然后很有名 但是大家谁知道 马尼拉的贫民窟 马尼拉的贫民窟 比孟买的贫民窟更可怕 孟买这个贫民窟 是印度的发展问题 随着印度不断的发展呢 这个贫民窟呢 会逐渐的缩小 也就是说呢 随着这个国家的不断发展 你在城市里的低端人口呢 会越来越小 它这么一回事 菲律宾的贫民窟 可就真正的 真就跟印度的不一样了 由于阶级的固化 菲律宾的贫民窟 跟这个菲律宾 就是马尼拉这块的贫民窟 它跟马尼拉承证的中产 基本上属于两个世界 基本上属于两个世界 中产可以逛酒吧 中产呢 可以过着美国人这样的生活 但是它的底层 菲律宾的底层 是绝对不能 菲律宾的底层 非常非常的惨 他们吃着残渣剩饭 然后呢 狂犬病肆虐 整个菲律宾 死亡率非常高的 就是狂犬病 为什么呢 到处都是stray dogs 到处都是那种流浪狗 这流浪狗带着狂犬病 把小孩子咬了 这小孩子没有狂犬疫苗 结果怎么着 就爆发了 爆发了 没有办法 狂犬病死亡率 在整个 在整个东亚地区 最惨的就是菲律宾 它这没有办法 它关键是没有办法 这头一个阶级固化 第二点是什么呢 家族政治 整个菲律宾的家族政治 跟拉美是差不多的 拉美的家族政治 跟东亚的家族政治 还不太一样 拉美的家族政治 它不仅控制着 控制着财政 同时呢 它跟军队的关系非常好 然后更有一点是啥呢 它区域化 整个菲律宾选举 大家也看到了 马克斯家族 和杜特尔特家族 组成了联盟 战胜了 所谓的菲律宾民主派 菲律宾民主派 是其他几个岛的 他的家族联姻集团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一个家族联姻 一个家族集团 和另外一个家族集团 两边的 两边的就是说 对菲律宾政坛的控制 底层民众 有没有权利 所谓的这个选举权 所谓的就是说 发表政治意见 就是说 所谓的影响政治的权利 没有 告诉你 没有 没有实质的 你那投那个票 等于废票 等于废票 你永远的被人忽悠 忽悠之后 你投出的那个票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这个财阀加军阀加地区控制 这个是拉美的常态 在菲律宾我们看到的 比如拉美国家 古巴的 无论是古巴的巴蒂斯塔 还是 尼加拉瓜的索马查 索马查政权 你会看到 他这些地方 首先控制着 控制着财阀 第二控制着军队 第三控制着区域 这就是拉美的体现 在菲律宾体现的 非常非常的广泛 然后呢 他这个国 这个菲律宾这个地方呢 跟拉美国家一样 非常非常的亲美 高度的亲美 高度的依赖美国 贫穷被美国吸血 然后还亲美 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 被这个联合国品公司 相继收割了一百多年 但是本地人 都已经贫穷成这个样子了 对美国的好感度 还超过了80% 那这就是一个 魔幻现实主义 在菲律宾 也上演了这种情况 严重的依赖美国 被美国几次的 几次的非常残酷的吸血 然后本地人 还是非常非常亲美 第四点呢 就是信教 就是天主教 非常非常的狂热 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种狂热 而这种狂热呢 掩盖 就一时间可以掩盖 他们的贫穷 这是非常非常惨 在菲律宾这个情况 那好了 为什么我之前说 菲律宾这个情况 它是美国和中国 同时的一个完美的牺牲品 这个情况是这个 情况是这个 美国呢 鼓动了一大帮 一大帮小伙伴 说啊 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帮小伙伴 就等于啥呢 哎 一大堆老鼠 美国是一大老鼠 一大堆老鼠 说哎 那边有只猫 那边有只猫 是吧 咱们谁上去 给这猫套一个铃铛 只要把这个猫 套上这个铃铛 哎 这猫来了以后 咱就抓不着咱们了 咱这猫就知道猫来了 啊 大猫猫来了 但是你关键 你这些老鼠 谁上去去套这个铃铛去 谁敢去套这个铃铛去 以身试法 套一个铃铛 自己被吃掉 哎 这个人 这个国家 就是菲律宾 为什么是菲律宾呢 美国 符合美国 对抗中国的长期战略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 中美军事 中美的军事 balance of power 那以后可能是常态 但是美国呢 他改变了自己的策略 之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策略是这个 他是什么呢 前沿部署 forward deployment 无论是在韩国 日本 琉球 印度 新加坡 澳大利亚 还有这个菲律宾 他自己建设军事基地 然后在这个地方驻军 美国前沿部署最高的时候呢 在这边部署了将近30万军队 但是呢 由于现在如果真要打起来的话 这30万人在中国的中程导弹和短程导弹的覆盖之下 那基本就是活靶子 所以美国呢 不想牺牲30万人 牺牲30万人 美国家家批骂带笑 他能受得了吗 他受不了 所以美国的策略是现在退守第二岛链 然后呢 让第一岛链这些所谓的盟友呢 顶钢顶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乌克兰模式 什么叫乌克兰模式 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负责运输军需品和武器 然后呢 美国的东亚盟友这些耗材顶在前面 负责牺牲人 这个就是说美国 什么叫乌克兰模式 乌克兰模式不是说乌克兰 一个一个国家是乌克兰 是整个他一个模式 美国西方在后边 负责什么呢 负责经济 负责军事 然后呢 会负责装备 然后呢 在前线牺牲的 是他这些前线的这些耗材 包括韩国 日本啊 菲律宾啊 新加坡啊 台湾啊 这些地方 这是美国想做的 然后他退到 退到第二岛链 甚至第三岛链 澳大利亚这边 为什么 因为这些地区是中国 中程 陆基中程导弹 覆盖的外边 就是说这块 对于美国来说相对安全一些 对于美国来说相对安全一些 然后往前线呢 他可以运输 运输补给啊 运输物资啊 搞这些事 所以现在是什么呢 他这么一会 他这个东西在东亚呢 他迎合了一个 一个模式 东亚一直以来 这最近几十年 一直以来有一个模式 就是什么呢 安全这边美国负责 发展这边中国负责 这个模式 现在可能很快会会被打破 但是一直以来 他要维系这个模式 关键这个点是这个 由于中国的 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复兴 他这个自身的实力 不断扩大呢 给周边的这些国家呢 什么呢 给周边的国家 一些安全焦虑 大家看到啥呢 你这旁边大物来了 就说我是一只老鼠 那边来只大猫 大猫来了 你说大猫 大猫可能吃饱了 不想吃热老鼠 但是我作为一个老鼠 我看这个大猫来了 说 这大猫是不是要吃掉我呀 那我怎么办 我把吃猫鼠给弄过来 吃猫鼠就是那美国 那大老鼠 大耗子 像土屯那种大耗子 那猫可能害怕 或者整一个远古时代 那种大耗子 大耗子来了 可能 可能 他可能会把这猫干掉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啥呢 美国是什么呢 美国是一个保险 美国是一个保镖 所以这些国家 是啥呢 有这种安全隐活 安全焦虑 安全焦虑之后呢 他需要 就是说他心里不踏实 没有美国的心里不踏实 他这么一回事 你得把你得把自己的脚 放在这些国家的鞋壳里 然后呢 你去从他这些国家的角度 在想中国 一看中国 哎 这庞上大鹿来了 这庞上大鹿来了 我我我现在焦虑 我怎么办呢 我想让美国过来 美国呢 就是利用了这种焦虑 说那好了 你正好 那我给你提供武器 我给你提供保障 你到前线 你顶着去吧 你到前线就顶着吧 你成为耗财 所以这些国家 那就夹在两股大大的势力当中 哎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的模式是什么呢 我要 哎 解决我的安全焦虑 怎么办呢 把美国引进来 但是同时呢 中国呢 这个关系不能放啊 你看最近韩国 跟着美国好了之后 马上又开始跟中国是好 为什么 中国不能放啊 你就跟中国放了 这个什么东西啊 中国 美国是保镖 中国是什么 是摇钱树 是下金蛋的鸡 是那只下金蛋的鸡 可以下金蛋 他什么呢 发展财富需求 没有中国了 我经济美了 我民生美了 我吃不上饭了 你说这怎么着 没有中国了 不行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些国家的算盘 这些国家的算盘 就是说呢 让美国进来负责安全 然后同时呢 中国可以理解我 中国可以理解我 说咱们一块赚钱啊 赚钱怎么不好啊 赚钱怎么能不好呢 你看我多给你几个项目 我多给你几个项目 然后咱们可以进行一些体育比赛 什么玩意 咱们民间交流啊 对不对 咱们民间交流啊 这个东西 所以呢 最近你要看到 就是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 前些天到中国去访问 他干什么去了 其实他是去解释去了 他去解释这个事去了 说你能不能理解我啊 我有我的难处啊 菲律宾本国 普遍 你也知道 普遍反华呀 普遍亲美呀 我们的民意也在这摆着 但是我也知道 我重视跟你的关系 能不能理解我 是这样 菲律宾现在干的是这种事 其实呢 整个这个东亚这几个国家 无论是韩国日本 你就看着 他跟美国把这事确定了之后 马上跟中国示好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什么呢 安全隐患解决了 那我要解决发展呢 中国你帮我解决发展 对不对 你帮我解决发展 我希望你理解我 理解我就好了 对不对 现在他想要的是这个 但是中国想要的可不是这个了 中国想要的可不是这个了 你在这块 你来为危害我的安全 那对不起了 二选一 二选一 你要安全还是要发展 你要发展 我可以让你吃饱 我可以让你发展的非常好 但是 你要是想要安全 你把美国绑进来 可以 你把美国绑进来 可以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自己掂量 你自己掂量 所以这些国家呢 最近也尝到了中国的这个什么 中国强硬的那种表态 无论是韩国也好 无论是日本也好 甚至最近菲律宾这块 但是为什么说菲律宾是一个最完美的牺牲品呢 是因为啥呢 因为它贫穷 因为它在区域里格格不入 你说菲律宾的关系 跟马来西亚的关系能好吗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亚看菲律宾怎么看 表面上看咱们都一块的 大家好吃好喝 但是你从信仰上 你从整个这个国家这个关系上 你从整个这个反殖民化的这个浪潮当中 菲律宾可是没有所谓的民族解放运动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之后被美国殖民 他认为自己的发展完全是美国带来的 他没有自己所谓的反殖民运动啊 杜特尔特稍微有一点 但是杜特尔特那种表现的还不是 就是说那么那么太露骨 而且呢也是浮于表面 也就是说菲律宾没有整个 没有整个就是说 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共同记忆 没有这些共同记忆 也没有共同发展 人跟这个地区格格不入 那你现在 你被美国推到前面去顶纲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一旦战争爆发 中国和美国很有可能 同时间选取了 你菲律宾作为这个牺牲品 只要你菲律宾上来了 带个铃铛给我这只猫像套上 那咱就嘎笨催 什么叫嘎笨催 我就解决掉你 解决掉了之后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常态 那也就是新的常态了 然后呢 这些韩国日本这些啊 也就明白了啊 明白你实地是摆着呢 实地是摆着呢 不好惹 不好惹怎么办呢 咱们重新评估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 它是一个完美的牺牲品 因为呢 它不上路 因为呢 它贫穷 因为它不长眼 就这个结果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